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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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信基督教 在高雄 新型教会 我也施洗过 我也洗礼 那 牧师叫苏天明牧师 他跟我洗礼 那时候长老教会 是用台语 台语发音 洗礼的时候 他给你 洒水 我用水给你驾洗礼 让你整个爬 驾圣神的名 我用水给你洗礼 让你归于天父 基督 基督 跟圣灵的名价 基督教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庭 等于是很大的家庭 所以我们每一次写信 跟基督教徒写信 都是讲主内平安 主内 就是在基督的名之下 我们平安 老师中也是基督教过来的 我曾经在十兆 十兆是基督教的那个学校 毕业的 还有万国 也是基督教的学校毕业的 我同时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 我也是圣歌队的队员 我会唱圣歌 圣歌队的队员 查经班呢 所以圣经一拿起来 首先是什么 旧约圣经的创世纪 最后是什么 新约的启示录 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 这个 诗篇 打开圣经的中间 就是诗篇 创世纪 然后再来 就是阿伯拉罕 伊萨 雅各 他们这个犹太的祖先 这个犹太人的祖先 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雅各 这样子一直传下来的 西伯来人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大部分都是属于犹太教 犹太教 犹太教 马利亚的表姐 就是施洗的耶翰的母亲 所以施洗的耶翰跟耶稣是亲戚 你知道耶稣第一次受洗的时候是施洗的耶翰给他施洗的 了解圣经所有的马太马可路加耶翰使徒行传 另外还有保罗 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基督教里面保罗是很重要的人物 他写给 格林多 Tasano Tasano 及Yifso 所有的书信 后来变成 新约的章节 耶翰三书 Yifso Samuni 跟这个 就是那个 他们的格林多 他写的信杂 一共有十三箭吧 我记得是十三箭 全部写的都是耶稣的那个 他本来叫扫罗 扫罗那时候他是抓基督教徒的 后来在半路上被耶稣的光照 感化 所以才改名字叫保罗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整理 变成有系统的一个宗教的一个 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人 是保罗 他也是使徒 他也是使徒 那时候使徒 这个出来 洪华 信道的也相当多 保罗到最后也是信道 另外还有几个信道的 很多 基督教变不是不好 耶稣所说的 他是天国 耶稣所讲的是天国 到了天 所以是好的 也不是不好 他为了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基督教有两个主题 一个要当一个义人 当一个义人 你要当一个义人 就一般的那个 好像叫功德 功德 你要当一个义人 最后一个是公义 公义 公义 基督教也是很好的 便不是不好 很多宗教都是很好 所以信仰的问题 在个人的缘分 个人的缘分 那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 我在说法当中 会提到圣经的问题 会讲一些圣经里面 因为我以前是查经班的老师 耶稣所讲的很多道理 跟佛教的道理是一样 所以 并不是不好 所以 不用去太制造 你要让我当牧师也可以 我可以讲一些圣经里面 很多的道理 给你们听 耶稣主要他是这样子 他弘法三年 就被那个 那时候 耶路撒冷 他进到耶路撒冷 到Kesemanihan 圆 我们台湾 Kesemanihan 最后的晚餐是在那里 最后的祈祷也是在那里 他到最后被定十字架 他是因为 为众生设罪 就是圆罪了 然后 他死后 复佛 四十天以后 再升天 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临 施洗的耶翰 到最后传他的 他说 十几天要讲一句 大家 那施洗的耶翰 本来就有很多弟子 但是到最后呢 他说 后面来的那一位 才是真正的 这个基督 就是救世主 后面的来的那一位 就是指的 就是耶稣 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